我刚征服丧尸世界 就穿进了一本末日囤货纹里 一睁眼 有个人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是坏配 地上还躺着一个 阴阴地说不是姐姐的错 我表情平静地 从空间里摸出一把加特林 你再说一遍 谁推的你 原生妹妹傻了 系统也傻了 在我的脑海里咆哮 他们不是丧尸 你冷静一点啊啊呀 我咔了一声 把加特林上了堂 女主的事情你少管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加特林 震慑性太大 原生妹妹刘雪薇 眼泪都不掉了 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咽了咽口水 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小心摔倒的 旁边原生青哥柳正 冷冷地开口 巍巍 不用怕他 就是他推的你 我同样面无表情地 举着加特林转了个方向 对准柳正 再次开口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谁推的谁 话音刚落 加特林口上闪过一道蓝光 对 没错 这是冒蓝火的加特林 我花了一万积分 在系统商城兑换的 大概是这缕蓝光 让这个房间里的四口人 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一直唯唯诺诺 讨好所有人的柳云 好像是来真的 原生的妈妈走到我身边 揽过我的胳膊 勉强挤出笑 云云 你这是干什么 你哥哥就是一时看差了 快收起来 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将我的加特林 收回了空间里 所有人的眼里 闪过一丝兴奋 末日到来这么久 不是没听说过什么空间存物的 我既然能凭空拿出一把加特林 那必定是有空间 刘雪薇也不委屈了 一反常态走了过来 轻易地站在我身边问我 姐姐 你这个加特林 从哪里拿出来的呀 是不是有神秘空间 我没打算隐瞒他们 毕竟这个世界的末日等级 仅仅只有二级 连异能都没催生出来 是我去过的 所有世界里最弱的一个 我点了点头 全家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一言一语地 开始分配我的空间 原生妈妈开口 云云啊 你还想 这个空间还是给你哥哥比较好 让你哥哥拿着 咱们一家也更有保障是不是 柳征瞥了我一眼 哥哥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听他的 要是不想给哥哥 给爸爸也行 文言 我看向一直没说话的中年男人 原生的爸爸 原生的爸爸咳嗽两声 对 给我也行 给你哥也行 总之这个东西 你得交出来 你什么本事都没有 拿着也只会拖累别人 我似笑非笑地开口 哦 你们都这么觉得 柳征再次开口 这是全家人的决定 柳云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得以大局为重 只要你交出来 你以前干的事情 就可以一笔勾销 我吃笑一声 然后露出一个阴森森的笑容 空间在我手里 我就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四人露出茫然的表情 我还能把你们全杀了 节省物资 我的话好像是什么天外来因 他们一家四口都懵了 我从空间里 拿出加特林框的 往身边一放 表情和蔼可亲 你们怎么选呢 身份瞬间颠倒 原本逼迫我的四个人 转眼就落到了 被动的位置上 柳征底气不足地开口 你可要想好了 你一个人 到底能不能护住空间 就算我们妥协了 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抢过来 原生爸爸的话 更加刻薄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柳云 你这是从根子里就坏完了 当初就不应该救你 就应该让你死在外面 然后是我走过正多世界 见过无数身世悲惨的人 但此刻还是难免 有些提原生心酸 原生出生的时候 柳家父母处于事业上升期 双胞胎两个人实在管不过来 就把身体虚弱一些的 刘雪薇留了下来 把柳云送回了老家 柳云12岁 要上初中的时候 才被刘家接了回来 这个时候 柳雪薇已经是全家的团宠 所有人都只喜欢她 柳云原本住在柳雪薇隔壁 就是因为柳雪薇说 想要一个更大的衣帽间 还想要个勤房 柳云就被赶去了 阴冷没有阳光的保姆间 刚开始 柳云想回老家 但柳雪薇哭着说 是不是姐姐不喜欢她 害得柳云被呵斥 说她小小年纪心机深沉 后来柳云觉得 只要自己好好表现 家里人一定会喜欢她 然而柳雪薇担心 柳云抢走属于她的宠爱 不管什么事情 都一股脑往柳云头上安 最后 柳云做的所有的好事 在其他人嘴里 都成了不怀好意 是跟柳雪薇争宠的坏配 我在心里轻叹一口气 对这家人更不耐烦了 刚准备一个扫射 系统颤颤巍巍出声 宿主 这生事太便宜他们了 我转念一想 也是 袁深之所以死 就是因为这一家人 实在太不把袁深当人了 家里没了新鲜的水 柳雪薇闹着要洗澡 袁深被赶出去 说她找不到水 不能回来 这个末世是洪水暴雨类型 现在还处于暴雨阶段 灭世性质的洪水还没来 袁深一个人在外面 淋了一整晚的雨 回来就高烧不退 家里没人管她 想要出去要一点药的时候 柳雪薇拦住了她 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说 柳云 你居然还要吃药 做梦吧 不要妄想跟我抢任何东西 去死吧 她说完 就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正好被出门的柳真看到 而柳云呢 气急攻心 直接猝死了 我问系统 这次任务是什么 还是征服末日吗 系统挠了挠头 说不是 这次虽然环境是末世 但其实算是给你放个小假了 帮袁深报仇 袁深死的时候怨念太重 让系统感应到了 正好你完成了一个任务 我若有所思的嗷了一声 然后继续问 什么标准算成功 系统答到 等柳云不再滞留 就算成功 我颠了颠手里的加特林 答应了下来 不就是报仇吗 小意思 我拍了拍加特林 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现在就去把 整栋别墅最好的房间 给我收拾出来 第二个就是一家四口 地下团圆 说这话的时候 我语气中流露出 无数末日厮杀的肃杀器 整个房间的温度 似乎都低了几度 刘雪薇可以在哄骗 我交出空间的时候 对我和颜月色 但绝不可能在我 威胁到她利益的时候 还好好和我说话 她忍无可忍 冲上来就要删我 你敢 柳云你的贱人 我告诉你 也以为你拿个加特林 就真能当皇帝了 贱人永远都是贱人 我警告你 再蹬鼻子上脸 看看这个家 还有没有你呆的地方 我冷笑一声 动作快的几乎看不清 掐着刘雪薇的脖子 将她顶到了墙上 声音冷地吊炸 谁告诉你 我是柳云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我真的是柳云 他们有把握继续拿捏我 可我不是 我去高临下的 看着不断挣扎的刘雪薇 柳云已经死了 高烧不退 三天后猝死的 你们连一颗退烧药 都不愿意给她 现在后悔了吗 他们当然后悔 只不过后悔 不是因为柳云死了 而是因为柳云死了 带来了我这个煞神 这个屋子里 能看出真真切切 为了柳云难过的 只有柳云的妈妈 她嘴唇抖了抖 难以置信地抓着我 云云 你是在跟妈妈开玩笑的 对不对 妈妈不知道你发烧啊 你怎么不跟妈妈说 我面无表情 将她的手拉开 嘲讽到 迟来深情比草剑 迟来的母爱也一样 你们信不信 我说的话不要紧 你们只需要 马上按照我说的做 还有机会 活到末日结束 柳云第一个反应过来 她说出的话 充满了利益算计 就算你不是柳云 你也占据了柳云的身体 理所应当 为了她的家人付出 提这种要求 不合适吧 我吃笑一声 然后手里一道荧光飞过 一柄小刀 直接插入了柳云的大腿 刀尖甚至 从另一侧贯穿了过去 柳云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柳夫要说什么 对我一眼看过去 当场闭了嘴 我慢条思理地看向柳云 和蔼地问她 你还有什么诉求吗 柳云已经疼得 神志模糊不清 哪里还能说得出来话 我抬起头 看向其他三个人 你们呢 有什么诉求吗 柳雪薇已经吓傻了 哆哆嗦嗦地 站在旁边摇头 只有柳母颤抖着开口 云云 你 你是恨我的对吗 我礼貌开口 柳夫人 我不恨你 但柳云恨不恨你 我就不知道了 说完我走到柳云面前 捏起她的下巴 有诉求吗 柳云强忍着剧痛 咬牙切齿地摇了摇头 我很满意 看来大家都很识时务 柳云这样的伤 如果我不出手 在资源匮乏的末世 必定失血过多而亡 然而现在 柳云还不是死的时候 我从空间里 拿出药和绷带丢过去 不想让她死的话 就快给她包扎吧 说完 我收回我的刀 然后看向柳雪薇 去吧 收拾房间 也确实好 拉开窗帘 外面是黑压压的天 和倾盆大雨 这是末日到来的第三年 柳家靠着柳云 提前囤好的物资 结一缩时活了三年 如果我没有过来 那半年后 这一家人 也会因为物资耗尽而亡 临死的那几天 这一家人对柳云极尽辱骂 逼着她出去找吃的 柳云三天都没有回来 后来柳母出去找她 也没有再回来 家里就剩下三个人 刘雪薇 柳征以及柳父 柳雪薇和柳征出去找吃的 在遇到雨中怪物的时候 柳雪薇把柳征推出去 自己逃命 然而没跑几步 就遇上另一个怪物 死在了雨中 而柳父 当然是饿死在了家里 这一家人也算死有余辜 我此刻思考的 不是如何拯救这一家人 而是物资以及怪物的问题 出现怪物 就意味着末日等级 已经进入三级 这个维度的世界 末日等级最高就是五级 三级会出现怪物 四级会大规模觉醒异囊 而五级就是洪水 我想到这儿 猛然想起书里一个剧情 柳征面对怪物的时候 死得并没有那么快 而是挣扎了好一阵子 而在食物快耗尽的那段时间里 柳征每次都会给 柳雪薇分一半食物 但他的体能和状态 都不像是一个普通人 异能并不是四级末日 才会开始出现 而是在末日来临初期 就会有一部分人 被主神选中而拥有异能 柳家有两个 一个是可以预言的柳云 一个是身体强化的柳征 都这样了 居然还能沦落到 全军覆没的程度 不得不说 实在厉害 柳云有预言能力还会死亡 是因为最初期的异能 只能预料到非常近期的事情 等他意识到结局的时候 已经无可挽回了 至于柳征 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 我的思维还是习惯性 往征服末日的角度去想 系统看不下去了 提醒提醒我 征服末日什么的交给别人吧 你还是头一次来暴雨末日呢 不出去转转 系统说得对 我转身下了楼 楼下的四个人正坐在一起 刘雪薇咬牙切齿道 难不成真的让这个贱人得逞 柳云死都不能死的安生点 刘母猛然抬起头 瞪着他 声音尖利 云云是你姐姐 刘雪薇不甘示弱地顶回去 那又怎么样 他已经死了 两人眼看吵了起来 柳征冷赤道 都别吵了 既然他不是柳云 那就代表他有足够 带我们活到末日结束的能力 从今天开始 谁也不许惹他 除非你能保证 得到他身上的宝物 并且取而代之 我故意在楼梯上踩出声音 双手暴毙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柳征倒是一点 没有被抓包的尴尬 而是平静地看着我 我说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慢慢悠悠地走到门前 扒开门 没有 提前助你成功哦 我在外面溜了一圈 看到几个开着改装越野车 出来找物资的人 末日三年 外面的物资 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我绕开这些人 找到了郊区一家 有自建大棚的人家 或许是因为这家人 住得确实偏僻 而且一家人 跟这家人换了三香白菜 土豆 红薯这种容易保存的蔬菜 还有几个人家自己种的西红柿 小草莓 薄荷 回去的时候 里面的四个人都愣住了 他们实在没想到 我确实会拿物资回来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柳征 他的目光老老索在内乡一乡 看起来尚且新鲜的蔬菜上 深吸一口气 走了过来 冲我伸出了手 你是谁对我来说不重要 但你的条件 我答应了 我越过他的手 看向他身后的三人 缓缓开口 这些蔬菜 每天都有定量 如果有谁被我发现偷吃 马上自己滚出去 并找到双倍的量带回来 至于谁做饭 你们四个轮值 一人一天 谁矿工 谁就没饭吃 柳征对此没有意义 柳父和刘雪薇 也是敢怒不敢言 我的目光缓缓地 从这个私人面前扫过 只有柳征还算正常 柳母一直是一种 非常低落的状态 而柳父和刘雪薇 他们的算盘 都快洗在脸上了 对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 我全当做不知道 指了指后面的箱子 六个西红柿 一小把草莓 一把薄荷都是我的 谁都不准碰 柳雪薇从刚才开始 目光就一直锁在 这三样东西上面 她吞了吞口水 脸色变换几次 然后堆起一个 讨好的笑走过来 姐姐 出去一趟累了吧 我给你按按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直到柳雪薇的伪装 要绷不住的时候 才欣然开口 好啊 你会分你一口 一口 多吝啬的字眼 可柳雪薇 已经两年多 没有吃过任何新鲜的东西了 她几乎是想都没想 疯狂点头 最后 柳雪薇得到了一个 拇指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草莓 还看到了 我当着她的面 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张面膜 她吃完后 眼里迸发出难以掩盖的贪婪 强忍着问我 姐姐 你的空间里都有什么呀 我还是头一次 亲眼看见有空间的人 能不能跟我说说 柳雪薇虽然贪婪 但她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 一定会去找柳珍合作 我嗡了一声 简单说了几样 武器 药物 营养液 勉强算要什么有什么吧 当然 是要什么有什么 空间直连系统商城 我就是现在想吃一顿满汉全席都买得到 刘雪薇眼睛瞬间瞪大 连瞳孔都收缩了起来 眼底的贪婪愈发明显 恨不得当场就抢过来 我觉得好笑 我这个空间 跟她们的艺能或者金手指可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升级的时候 系统给我的奖励 就算她抢过去 也用不了 刘雪薇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匆匆离开了 我喊了声系统 我要听她们说话 很快 眼前就出现了一块 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屏幕 上面显示 刘雪薇飞速去找了柳正 只有她们两个人 刘雪薇把门关好后 压低声音 语气兴奋 哥哥 我打听到这个空间的作用了 柳正挑了挑眉 示意刘雪薇继续说 刘雪薇把我从空间里拿到面膜的事 和我说的那些话 又给柳正说了一遍 然后兴奋不已 哥哥 只要我们拿到手 就可以立刻杀了这个贱人 甚至能通知 H是所有的幸存者 不得不说 这句话确实说到了柳正的想法上 她微微瞇了你一眼 嗓音温柔 我知道了 微微你这几天不要表现出来 哥哥会想办法的 你好好保护自己就行 刘雪薇猛地点点头 好 我等等哥哥 带我吃香的喝辣的 之后的日子 刘雪薇格外听话 而让我注意的是柳正 柳正吃饭一直吃得很少 而且是带回自己的房间去吃 我瞇了你一眼 问系统 她的异能是不是进化了 到底是什么类型 系统扫描了一下柳正 说道 和宿主你预料的差不多 确实是肉体强化生存类异能 但柳正还进化出了新的异能 攻击类等级不高 所以才需要每天摄入一定的热量 维持异能消耗的成长 我笑了一声 这就有意思多了 柳正这个人野心很大 按照原本的结局 如果不是她最疼爱的妹妹 推了她一把 恐怕真能让她混成H 是所有幸存者的老大 系统笑嘻嘻道 确实啦 柳正的气韵还可以 但不如宿主你 有了宿主你 她是没机会翻身了 有一天晚上 柳正敲开了我的门 我让她进来 她直接开门见山 我们合作吧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我猜你在柳云身体里 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无法发挥出你最大的力量 你能拿出加特林 就必定不是普通人 目的也不可能 仅仅只是帮柳云报仇 我挑了挑眉 示意她继续说 柳正盯着我的眼睛 我们合作 可以成为这个世界里 幸存者的首领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觉醒了双异能 虽然我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但你一定清楚 我的情况放在全世界 也是出类拔萃的 柳正确实很聪明 可惜心是歪的 我往椅背上依靠 你为什么觉得 我会和一条毒蛇合作 柳正 你的异能确实厉害 双异能也确实罕见 但不是唯一 我完全可以杀了你们 所有人替柳云报仇 然后找到 我更满意的合作者 柳正沉默了一下 开出了新的筹码 或许 你有更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帮你得到 如果你想给我设置一些限制 你知道你的既定结局吗 柳正一愣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的既定结局 就是被刘雪薇推出去挡刀 死于非命 说完这句话 我就把她请了出去 然后让系统给我打开了监视 柳正在楼道里站了很久 像是在验证我说的话的真假 过了一会 她敲开了刘雪薇的门 画面切到柳正和刘雪薇说话的场景 柳正蹲在刘雪薇面前 薇薇抬着头 语气温柔 薇薇 哥哥需要你先离开 哥哥会给你准备足够的口粮 和一辆大忌 你去找南城的林家 我记得林家的小子 不是一直喜欢你吗 柳雪薇愣了一下 马上尖叫了起来 哥哥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那个贱人和你说了什么 你是不是要放弃我 柳正握了握她的手 安抚道 当然不是 哥哥最喜欢你了 薇薇是哥哥最重要的人 薇薇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柳雪薇还要说什么 被柳正打断 哥哥需要一些手段 才能得到空间 你只需要去林家待几天 几天就够了 而且林家是做食品生意的 罐头 素食 他们仓库里的东西 多了十几年都吃不完 总比在家里强 哥哥也是心疼你 柳正从小到大 都非常疼爱刘雪薇这个妹妹 可以说是要星星给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然而当生死和利益 摆在她面前的时候 什么妹妹 亲情 都被抛到脑袋后面了 第二天 刘雪薇趁夜就出了门 那柳正嘴里的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四百多万的性能怪物 在刘雪薇开到一半的时候 发出了今天的巨响 和我猜的没错 车爆炸了 然而我早就让系统盯着 只要这车有异样 一定要把刘雪薇救下来 再找个人去救她 找的人恰好就是 出来找物资的林子华 刘雪薇的追求者 只不过这个追求者的人品 相当之差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想看他们狗咬狗 刘雪薇到了林家 她在过往交情 以及刘雪薇出卖了我的份上 林家让她留了下来 和林子华住在一起 具体我没细看 脏眼睛 但她过得属实屈辱 我也不得不佩服 刘雪薇确实是个 能握心肠胆的人 每天都要默念 八百遍要让 我和柳正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家人 好像只有柳云一个好人 柳云好的都不像这家的人 真是奇怪 我想到这样顺嘴问系统 柳云真的是柳家亲生的吗 系统回答道 那确实不是 报错了 不过真柳云已经死在末日第二年了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意义 我呜了一声 不是亲生的好啊 我下手的时候就没什么顾忌了 柳正当然不知道 刘雪薇被人就走 他在三天后找上我 说柳雪薇已经死了 他替柳云报了仇 看在这个份上 问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合作的事情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 游戏终于开始了 好啊 不过需要知道你的计划 柳正眼睛一亮 但没有完全信任我 只是简单地概括了一下 然后着重点了一下 我需要知道 这个城市的势力分布 你一定有办法 我微微汗手 并且大方地让系统 赶制了一张表格递给他 柳正看着上面的东西 呼吸都急促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有这个就好说了 等我的好消息 我还需要一个 可以和你联络的东西 我更大方了 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对讲机 拿着对讲机的两个人 不管距离多远 是否在同一个世界 都可以联络 老贵了 柳正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大方 为了打消他的谨慎 我故意说道 别耍花招 你爸妈都在我手里 而且我的对讲机 可是有跟踪召回功能的 柳正明显更放心了一点 随口表忠心了几句 就离开了 他走后 系统问我 宿主 你想让他们自相残杀 我抛了抛手里的对讲机 慢悠悠道 不 我只想给他们一个选择而已 我什么时候 干过这么直接的事情 我还是喜欢看人类 自己做选择 又过了半个月 柳正的异能 成功进行了第一次进化 这个速度 放在同级别的末日世界里 也算是狠得不得了 在柳正的野心加持下 如果没有我从中做梗 他实现目标 没有任何问题 可惜了 这次异能进化结束后 柳正跟我说了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离开了家 他对柳父柳母 只说去接柳雪薇 柳正走了一个多月 柳母和柳父 每天都在门口瞧手以盼 柳父想让我出去 找她和柳雪薇 但看见我的表情 便不敢开这个口 柳母倒是开口了 但也没什么用 柳正没死 已经混成了一个 小势力的头目 而柳雪薇 过得不怎么样 但好歹活着 又过了几天 别墅的门开了 外面占了一身西装的柳正 后面还有三个人高马大 对柳正恭恭敬敬敬的小弟 这一个多月 柳正几乎统一了 这个区所有抱团的幸存者 这些人里 甚至还有两个异能者 一个是治疗系 一个是植物系 这个组织可以说是 具备了所有前途无量的 组织的必备条件 续航 医疗 武力 我站在台阶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柳正 柳正毫不躲避地 和我对上视线 语气温文尔雅 我没有实约 你是否可以兑现你的诺言 我答应柳正 如果他真的能在两个月内 让整个区的人都听他的话 就给他提供 异能进化的药品 这个我当然不会实言 我站在楼梯上 随手将一个试级瓶 丢进了柳正怀里 足够你进化到下一个阶段 但最后的结果 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服后需要等待五分钟 柳正盯着试级瓶里 淡蓝色的液体 眼睛瞬间就亮了 我双手抱毙 缓缓走下台阶 并看了看他身后的人 你确实很有能力 不过希望你能应对 即将而来的麻烦 柳正一愣 下一秒 远处暴雨里 传来汽车的嗡鸣声 我优雅地在沙发上坐下 随手拿了个前几天 从系统商城买回来的苹果 又悠然来了一句 这是你最后的考验 只要你能成功的 我留了半句没说 但柳正自己给我补上了 他咬了咬牙 当场打开试级瓶 一口把里面的液体 全部灌了下去 这是我仓库里 要进最大的一个 全过程五分钟 每一秒都痛苦无比 柳正后面的人一惊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看见柳正痛苦倒地 当场冲我掏出枪 毕生骂道 你给老大喝了什么 贱人 把解药拿出来 我责了一声 抬手打个响指 那三人手里的枪管瞬间折断 三人脸上写满了亥然 五分钟而已 你活不过五分钟了吗 他们还想说什么 但忌惮我的招数 咬了咬牙 强行忍了下来 其中一个开口道 我们的人都在外面 我劝你不要耍什么花招 五分钟很快 就在刘雪薇给林子华撑了伞 踏入家门的那一刻 柳正的进化结束了 他成为了这个末日里 唯一一个三阶进化者 柳正粗喘了口气 然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扭头和外面的林子华 柳雪薇对视上了 柳雪薇对柳正的恨 现在已经远超过了对我 她指着柳正的鼻子 尖声辱骂道 柳正 你居然真想杀了我 就为了这个贱人 不知真假的承诺 柳正冷冷地看着他 问道 如果我们两个必须死一个 你难道会替我去死吗 柳雪薇愣了一下 然后马上回答道 那当然是你去死 凭什么让我替你死 柳正冷笑一声 我们是同一种人 你居然还来我问我为什么 柳雪薇愣住了 我试试开口 如果柳云没有死在那场高烧里 那么半年后 你 柳雪薇 会为了活命 把自己的亲哥哥推出去 替你死 柳雪薇猛地转过头来 你有什么证据 她说完看向柳正 你就因为这件人 一句挑拨离间的话 就让我去死 柳正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叹了口气 微微 难道我不了解你吗 你是我带大的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你就是这么一个 只想着你自己的人 柳雪薇恼羞成怒 难道你就不是吗 柳正你装什么好人 柳正没有否认 是啊 所以我们是同一种人 柳母愣在一旁 声音都颤抖了 微微 正儿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柳雪薇冷笑一声 妈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好儿子 在给我的车里装炸弹 要不是梓华碰巧遇上我 我现在已经和柳云那个贱人一样 是死人了 柳父看向柳正 柳正点了点头 如果她不死 我们一家都会死 爸 妈 你们心里应该有感秤吧 柳父没说话 而柳母已经彻底崩溃了 她瘫坐在地上 嘴里不断重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饶有欣慰地看着这场好戏 觉得是时候 应该添一把火了 所以 柳雪薇 你回来是要杀了柳正 和我报仇吗 柳雪薇脸上 扶起一丝得意的笑 你们两个今天死到临头了 梓华有意能 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 不过 我可以和你合作 等我统一了整个H室 你 就是H室最尊贵的女人 柳雪薇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子华 你在说什么 你答应过我 如果能帮你拿到空间 你就不会抛下我 我才是你身边的正宫 林子华吃笑了一声 柳雪薇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 这位美丽的女士 明显不怎么喜欢你 我可以人和空间都要 为什么要为了你一个被玩烂了的女人 得罪一个明显更有价值的人呢 柳雪薇尖叫一声 就要冲上去和她拼命 结果被林子华的手下带走了 末日 失去秩序的情况下 人性的丑恶都会被无限放大 金钱 信 资源 地位 在这些东西的诱惑下 有人就会失去道德 撕下那张人皮 露出下面鬼一样的样子 林子华就是这种人 柳正冷眼看着这场闹剧 没有意思一毫 想要去帮柳雪薇的意思 最后 柳雪薇被活活掐死在了自己家的客厅里 柳母尖叫一声要扑上去 被柳父拦住 呵斥她 你不要命了吗 柳母的脸上都是泪水 我的女儿 我的两个女儿 全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柳正终于开口 爸 带妈回房间去 以后我会去找你们 柳父看了我一眼 一言又止 最后还是带柳母回去了 柳雪薇的尸体被拖了出去 林子华还在看我 柳正看着她 缓缓开口 你杀了我的妹妹 也该付出些代价 他们两个人的斗争 我连看都懒得看 林子华不是柳正的对手 不说两人的异能天差地别 就说野心 林子华也输定了 柳正缓缓抬起手 一道青黑色的光在掌心闪过 我还是头一次用异能杀人 你也算荣幸了 林子华刚想说什么 一道光从她脖子上滑过去 停了几秒 她的头直接断开 血液奔涌而出 柳正的异能 确实是很强的杀伤性异能 可惜CD太长 技能冷却要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的真空漆 她什么异能都不能用 还需要摄入足够量的食物 她收回手满意地 看那地上的尸体 然后扭过头问我 苹果可以分我一个吗 而她话音刚落 一把刀从她背后捅了出来 是刘雪薇 至于刘雪薇为什么还活着 当然是我啦 人美心善 怎么能让刘雪薇就这么死去呢 柳正毕竟要迎来她 既定的结局呀 刘雪薇刺完这一刀 好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断气了 我抛了抛手里的苹果 突然看向虚空中的某个点 问她还满意吗 柳云的声音传来 谢谢你 我摆摆手 不用谢 为了积分罢了 你的父母你想怎么处理 我尊重你的想法 柳云沉默了好久 然后缓缓开口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养恩 但看在声音的面子上 我无所谓的怂怂间答应了下来 然后走到柳正面前 拍了拍她的脸 小伙子 下辈子别太看得起自己呀 话音刚落 柳正就扑通倒了下去 我打了个响指 系统 出来收尾结算 系统喜气洋洋的跳了出来 恭喜宿主完成第三个27个任务 获得3000积分 还差73个世界 就可以养老了 又我按骂了一句 然后接了下一个任务 临走前 我看到柳云一眼 留下一句话 人活一辈子 只有自己是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假的 12个任务后 我遇到了柳云 他居然选择加入快川局 成为了任务者 柳云认出了我 走过来轻轻地抱了我一下 谢谢你 全文完